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有一说二,小二的宠粉们我又来了,订阅小二,娱乐资讯一网大尽,part 1,真图报,报王一博将和乐华续约,经济团队全面升级,单独运营。 作为目前娱乐圈的顶流之音,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,从接连不断的行程来看,在资源方面是不用担心的,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它会有非常高的曝光度和话题,人气也会不断飙升,不过让人比较担心的就是王一博的经纪公司乐华了。 作为挖掘和培养的王一博的经纪公司,乐华有着失语之恩,但是乐华运营艺人的方法在后期显得尤为不足, 先火带后火的做法,并不是让人气明星的粉丝非常满意,再加上要利用人气明星带后备, 却在本身反黑等事情上处理不够,就会招来粉丝的怨愿,大家都期待艺人本人能获得更加完备的运营, 这样才能在娱乐圈走得更远,所以都很期待能和这么一家不怎么让人满意的公司分离。 王一博的一些粉丝自然也是这样想的,王一博目前是已经有一个单独的工作室正在运作, 但经纪约还是在乐华,可以看到王一博的一些活动,乐华的老板杜华都是跟在身边的, 具体用意不知,但值得注意的是距离王一博和乐华合约到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, 最为炙手可热的艺人之一,乐华大概率应该是想把他留下的。 最近有消息传出,王一博将为和乐华训约,现在的工作室也会分离出来, 经纪人只负责他一个人,因为现在他的经纪人是和其他艺人共享的,无法专注, 所以续约的话,会有一个更加专注于王一博的团队。 想来王一博现在的咖位,也配得上单独完整的运营, 再加上乐华想留人必然得有可以交换的条件。 不可否认的是,乐华这个公司本身的确存在着问题, 前段时间因为内讧公司大楼,被人破油漆贴字条, 无疑不再证明这状况有些危险,不过,王一博是会挽救危机, 还是被压榨就不好说了。 毕竟现在想尽乐华的年轻人很多,有才华有能力的更是不在少数。 王一博单独出来,能否获得更好的运营也是未知数。 帕杂尔,油费开播至今吐槽声不断,期待便嫌弃, 要说今年最让人期待的系油费绝对能算上其中一个。 从19年9月开机到今年4月份杀金,哪怕中间经历疫情休工, 一年多的等待,也没让大家的期待冷却,毕竟王一博加赵丽颖厂S加项目, Press的原著一看就是要爆的阵容啊,结果早上剧一波, 我燃烧了一年的热情就这样熄灭了,无数次告诉自己再等等。 可是等八集都看完了,还是让我觉得,我期待了一年的剧就这,就这。 下面评论简直完美展现了我的心情,不能说难看, 但也绝对称不上好看,只能说是平平无奇,游点无聊。 原作讲了四十八寨大当家之女,周匪下山历练, 被卷入阴谋和各路高手过招,最后以破雪刀之招, 名正江湖的故事,有江湖一起,有魔力成长, 有大格局,有小情爱,而改编成剧明明也算贴合原著, 明明节奏也很快,但不知为何,很多剧中紧张刺激的情节拍出来就变得索然无味。 看了一下微博评论, 有吐槽剧情无聊的,吐槽配音的,吐槽浮化道的,吐槽特效的, 吐槽演技造型的,吐槽什么的都有。 仔细想想,游斐这部剧也算开唱了新那种风格, 乍一看声势浩大,细细看来却是槽点满满, 投资那么多也就做到了烂的平均。 从最明显的浮化道具吐槽起, 这剧大概也是遵循了靠妆容来区别正反派的原则。 男女主的眼妆就还蛮好看, 一道反派, 帝莎仇天静虽然是个反派, 但也罪不至此吧, 这眼线这小辫子胡子这邪魅一笑, 居然还给特写, 简直是把我是反派写在脸上了。 而帝莎之手沈天哲也不遑多让, 头发这一抹调染, 胡子这一抹渐变实在很是亮眼, 这个镜头, 既然你们造型这么搭, 在一起算了。 帝莎最后一人, 红天仰的造型也是一言难尽, 只能说是和仇天静有异曲同工之妙, 八字胡加小辫子, 这仨人也就罢了, 最最最让我一难评的是朱雀主, 胡小乔。 先来看看原著中屁大的描写, 怎么看也是个唱戏的大大大美人吧, 最起码也是达到原著里写的煤气木秀吧, 结果前方高能, 不够震撼再给个静静, 没有任何针对演员的意思, 但是究竟什么时候会有人明白, 唱戏不等于扭捏作态, 更不等于娘炮, 还记得当时看原著的时候, 不仅主角团各有个性, 剧中小人物, 哪怕是反派也都各有各的形式原则和故事, 但在剧中, 似乎都变成了一张张脸谱, 尤其是看着这一段, 谢允靠一句雇员又封伤, 就让沐小乔放过了他们, 这个场景实在是有点好笑, 沐小乔这句全都是错的, 竟让我出戏到了, 缓缓那句终究是错付了, 除了演员妆容, 剧中的场景未免也有些许敷衍, 喜墨江这背景特效, 谁看了不夸一句, 糊弄学大师呢, 图中赵丽颖武打动作也是引发了网友多重讨论, 七, 这便建议下一季赵丽颖直接和王一博一起去, 这就是街舞做导师呢, 两人PK肯定热度拉满, 更何况, 剧中除了这数其他的武打片段, 也基本都是反滚转圈一条龙一个人转, 两个人一起转, 一堆轮一起转, 就很难不让人想到滚筒洗衣机, 男女主厨子见面, 也是手拉手转圈圈, 咋呢, 爱的魔力转圈圈吗? 这样的打斗难免让人觉得雷同无趣, 其他的对打也是略显软眠无力, 有一种两人只是拿武器比划几下的感觉, 远景一拉发现, 两人又在转圈圈, 周斐的破血刀, 当时看原作时觉得描写的又厉害, 又结合了阿斐成长的心境, 几重境界层层的突破都很深刻, 结果到剧中一看, 说实话, 我觉得我都能上去比划几下, 只能寄希望于说, 此时阿斐的刀法还没练成了, 而开头本来很是惊险的夜长洗墨浆, 好嘛, 直接拍成了站着聊天, 毕竟是一部武侠剧啊, 打斗都没有应有的水平, 怎么可能拍出原著中紧张刺激的感觉呢? 靠主角配角几句打嘴章吗? 剧中, 糊弄观众的场景比比皆是, 现在业内抠图都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, 但能不能抠得走心一点? 王大陆或成最大预言家, 一看尤斐里的抠图, 和这张图里的有半冒险区别吗? 看原作描写快颜丑的少年江湖, 每个人都是仙音怒马, 一起风发的少年人, 阿斐开头因为谢云救了他, 而放走他, 看李圣证明自己父亲出走, 只会觉得是少年心性感爱感恨, 但是这些事, 换在两个成年人身上, 轰提私自放人, 不打招呼就半夜离去, 很容易就变成了不顾全大局, 和不懂事谈麻烦, 实在不是什么会让人爱上的行为, 没有营造出原作所描绘的, 让人向往的江湖世界, 可能才是造成剧和书割裂的原因所在, 所谓的尊重援助不仅是大致剧情走向, 有的时候可能更是剧中对角色的塑造, 整个世界观的描绘而不是偶尔把书中的金剧还原, 如果一个剧中被记住的, 只是从原作的拿来的台词, 不也是一件很失败的事吗? 如今IP改编的热度还在继续, 还有许多剧在等着上映, 若都只是来割一茬韭菜, 也该掂量掂量自己的糊弄学水平, 毕竟观众也不是傻子, 被割过的韭菜, 难道还会心甘情愿长出第二茬吗? 好了, 本期小儿就给大家巴这么多, 我们下期再见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